大家好,我是张哲瀚,欢迎来到张哲瀚的晚睡故事,今天为大家阅读的是《单纯如歌的爱》,作者,泰格尔,手牵着手,眼望着眼,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路历程。 那是三月一个洒满月光的夜晚,空气中飘着三抹花香甜的气息,我的长笛孤零零地躺在泥土中,你的花环也没有编好。 你我之间的爱,单纯地像一只鸽,橘黄色的面纱迷醉了我的双眼,你编织的茉莉花环像一种荣耀。 震撼了我的心,这是一个给予与保留忽隐忽现的游戏,有些微笑,有些娇羞,还有些甜蜜的无谓的挣扎。 你我之间的爱,单纯地像一只鸽,没有视线之外的神秘,没有可能之外的强求,没有魅力背后的阴影,没有黑暗深处的探索。 你我之间的爱,单纯地像一只鸽,我们没有偏离出语言的轨道,陷入永恒的沉默。 我们没有举起手,像希望之外的空虚奢求,我们给予的,与得到的,已经足够多了。 我们不曾把欢乐,彻底碾碎,从中酿出苦酒,你我之间的爱,单纯地像一只鸽。 大家好,我是张哲翰,欢迎来到张哲翰的晚睡故事,我们下期再见。